主席 主席 昨天 马总统 在总统府召开国际记者会 他说他将会以对等尊严的立场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双方将以先生来称呼对方 所以不会有 质贬尊严 这样的一个疑力 本席希望 大家不要用统独狭隘的观念 来抹黑马席会的 历史性会面的意义 这次的会面 最主要是来珍惜 现有两岸和平发展 稳定繁荣的成果 开创两岸领导人 会谈的制度性的对话和沟通 那这次马席会 将来会谈到 我们双方领导人 会面的一个制度 也会谈到两岸如何维持和平 还有经济发展 以及国际空间 马席会在八成的民意支持之下 不会发表共同声明 也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所以马席会没有伤害台湾的民主 也没有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 也没有出卖台湾 马总统说 马席会之后 他可以到立法院 来做国情之文报告 他是现任的总统 他有权利这样做 而不是像反对党所说的 民意破底的总统 还要开马席会 还要辱骂 还要贬低马英九 这一次历史性的 前瞻性的眼见和格子 本席向来主张 马席会能够找点制度性的建立 那马席会将来也会为马总统 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位 那这个定位呢 就是蒋经国先生 开放大陆探亲 马英九总统 开放大陆直航 而且建立了两岸领导人的 制度性的一个正式的会面 所以本席支持马席会 希望马总统一路顺风 也希望马席会成果封锁 请邱委员文艳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还有我们行政院毛院长内阁团队 本席今天要关心 花蓮县193县岛的拓宽问题 谢谢主席